今天要使用原廠的充電產品 有些未認證的充電設備 並無電流保護和自動斷電的設計 也可能導致電池的壽命減少 那可以替換電池的機型 也建議使用原廠的電池為家 建議立即拔除 因為手機持續充電和放電 也會減少電池的使用期限 避免電量低於20%才充電 會更傷電池 每個月牙可以進行一次的電量完整耗盡 再完整充保電 可以活化除電的結構 基本的使用是可以的 建議不要邊充邊玩 因為有些app的耗電量比較大 導致手機同時充電放電 更傷電池 且當手機的溫度變高 也建議不要再繼續使用 電池 電池